作词 作曲 农虜 作曲 农虜 你好 我是Brian 欢迎来到我烘焙厨房 BrianCuisine.com 今天我给各位示范是一道 相当精致的法式甜点 它这是焦糖奶油坚果糖 这份甜点最大的特色 当然是它内馅的部分 我们内馅使用的是 这个焦糖奶油跟坚果 经过烘烤之后 这个焦糖奶油会转换成这个牛奶糖的气味 相当迷人 而在塔底部分 虽然我们过去已经在影片面介绍过 如何完成制作这个漂亮的焦糖色隔水层 不过我今天会用口述的方式 来教大家如何更完美的完成 跟着我的say by step 你也可以轻松完成它 希望你会喜欢 这份食谱的完整配方 大家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 或是briancuisine.com的公网上面找到 那我们在整个操作程序里面 需要第一个步骤要完成 就是下面这个塔笔的这个部分 我今天使用的是一个6个 3.5寸的这个小型的法式塔圈 就是旁边有这种动动的动动塔圈 如果你不要做成6个 你想要比较简单做成一个的话 也没有问题 今天是我的食材分量 刚好是可以完成一个这种 传统的9寸的这种菊花型烤模 所以你可以自己做一下选择 那我今天示范会以这个3.5寸的塔圈为主 我使用的这一份塔皮的配方 同样在影片下方会附上连结 那官网上面也可以找到 使用的是这个油酥塔皮 如果你想要有坚果风味的话 你选择带有这个杏仁风味的这个坚果 这个油酥塔皮也可以 那差别是因为使用的这个坚果粉的关系 它的塔皮会变得比较软 比较不好操作你可以自己做一下选择 那入模的方式影片下方也有连结 重点是你入模之后呢 你可以放进冰箱冰凉30分钟 然后再要入这个烤箱之前呢 我们再来做这个边边的这个切除的动作 那我现在就特别为各位示范这两个 差异是它比较硬挺之后 你再切出来这个边角会比较锐利 所以这是一个我提前冰以后 再来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我们现在就下刀它就很容易可以切出很漂亮平整的这个线条 各位应该可以发现 就是冰过以后来切出来这个线条的这个锐利度平整度非常的好 所以你可以预先入模以后 然后炸出孔洞放冰箱冰凉30个30分钟 让它松弛面镜以后再来做这个切的动作 接下来呢一样我们里面要秤电上这个仿山烤纸揉皱以后 然后放进这个烘焙豆来压它 不然它在烘烤的时候还是会内缩 好我们这个烘焙豆或烘焙石进来之后稍微压一下 然后让它这个纸能够往外扩 就是不要先烤焦这个上缘 记得很重要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是冬冬烤圈 所以你每一个烤膜之间要留下适当的距离 让它热度可以进去 冬冬烤圈的好处是它比较不会内缩 那我们的烘烤方式跟过去使用这种菊花 醒的烤膜有点点不同 时间跟温度都有不同 我今天烤的这个第一阶段温度是摄氏160度 华氏320度 第一阶段我们设定烘烤大概23分钟的时间 如果你塔圈比较大就烤到25分钟 放进烤箱的中层 我们第一阶段烘烤完成之后 立即把上面这个烘焙纸跟烘焙石把它移除掉 然后移除的时候小心一点 接下来我们让这个烤膜 在我们的这个塔圈里面静置10分钟 让它完全冷却之后 我们再把外面这个塔圈移除掉 然后准备我们第二阶段的这个焦糖色的烘烤 经过了大概10分钟 我们现在这个塔皮已经冷却了 我们就把外面的塔圈移除掉 如果你搭配使用的是这种冻冻烤垫的话 你会发现烤出来这个塔模的外形会非常的完美 而且它不会内缩 这是两个搭配的这个重要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就是外面这个焦糖色的隔水层 所以需要准备一个室温的蛋黄 然后20克的这个鲜奶油 然后把它涂在我们刚才烤好的这个塔模的内外 这样就可以形成漂亮的焦糖色还有这个隔水层的这个效果 我们这个六个塔皮都涂布完这个隔水层之后 需要检查重点就是你的这个底部 记得我们刚才前面是有扎孔洞的 在送进烤箱之前确定你这个孔洞是完全被密封住了 这样子它才会有明显的隔水层的效果 那无论你使用的是像这样的塔圈 或是这一种大型的这个九寸派盘都一样 第二阶段的烘烤时间 跟温度都设定是一模一样的方式 就是设施160度 华氏320度 烘焙时间无论是大小都是15分钟 一样放进烤箱的中层 现在我们这个完美的这个焦糖色隔水层的油树塔皮已经完成了 那同样的在使用前就让它冷却到完全的室温 接下来我们来准备内层的这个焦糖坚果酱 接下来这个步骤我们要操作的是焦糖奶油酱的这个准备 所以首先准备一个厚底锅 那我们会全程保持中小火来加热 先把这个细白砂糖加进来 然后把我们这个玉米糖浆加进来 那可能很多人对于这个玉米糖浆有它的顾虑 其实我有查过资料它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真的有顾虑的话你可以使用这个蜂糖浆 或者是这个蜂蜜 那唯一的差异是因为蜂糖浆或是蜂蜜它本身带有颜色 所以比较不容易判断这个焦糖化的情形 所以我还是会选择 也建议大家选择这个玉米糖浆 那我们卷成保持中小火来滚煮它 在中途如果有必要的话 你可以拿这个锅子起来轻晃 让它的这个焦糖浆呢 就是玉米糖浆可以尽可能均匀的跟细白砂糖混合 这样可以避免它局部的烧焦 搅拌的时候就是放缓速度就可以了 我们需要煮到它的颜色成为这个淡焦黄色 这个砂糖已经完全溶解 然后这个颜色已经淡焦黄色 很接近这个蜂蜜的颜色之后呢 这个步骤我们把准备好的这个室温奶油加进来 一次都加进去 然后我们这个天然海盐也在这个时候加进来 我使用的是这个盐枝花 你用一般的海盐或者是没有海盐 用一般的家庭料理盐也可以 它融化的蛮快的 等你觉得整个这个奶油都已经不见之后呢 很快的我们把这个已经温热的鲜奶油加进来 一定要在温热状况底下 如果是冰的话加进来很危险 这个步骤其实它滚泡很厉害 所以要小心你的这个温度 这时候我们可以增加一点点的 Vanilla的这个糖浆来增加它的风味 加入一茶匙 如果你没有这个糖浆状的话 用一般的香草精也没有问题 然后加入之后把它混拌到完全的均匀 就可以准备离火 好我觉得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准备离火 离火之后现在趁热 我们把另外两个材料加进来 第一个是我们准备好的这个坚果 今天使用的是这个腰果 它是一个熟的腰果 就是可以直接吃的 所以你先把它细碎 在这个步骤 一离火这个步骤加进来 如果你不担心这个酒的影响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莱姆酒加进来 不喜欢的话可以省略 一般你在这个时候加进来 在热的时候加进来的莱姆酒 大概会发掉以后 还会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五 非常淡的这个味道 其实是这个步骤完成之后 这个就是你一般可以用在那个 面包抹酱上面的这一种焦糖浆 焦糖浆 那可是我们在这个步骤 一定要先在经过我们下一个阶段 入到烤模里面的烘烤 它才会解析凝固 现在我们这个步骤要把前面准备好 这个坚果焦糖浆 放进我们已经放凉的这个油酥塔皮里面 那这个步骤你可以尽可能让你的这个坚果 进到这个烤模 那剩下这个焦糖浆 你可以放在冰箱 变成一般这个土色的抹酱也可以 可以填到大概九分满是比较理想的高度 所以我今天使用是六个三点五寸的这个塔圈 所以我们的这个焦糖浆 还会剩下一些我们可以做这个面包的抹酱使用 如果你用的是这个九寸的菊花派模的话 这个焦糖浆机会完全用完 好所以我们准备要把它送进烤箱 烤箱同样需要提前预约到摄氏180度 华氏350度 烘焙所需要时间大概介于12到15分钟 不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你一定要让糖浆去观察最后要有一分钟 是属于那个滚沸的状况 就你可以明显看得到它表层有这个起泡 一定要历经这个过程至少一分钟才可以出炉 如果少了那个步骤 你出炉这个焦糖浆它并不会凝固 所以一定要记得最后要观察最后这一分钟的这个滚泡状况 放进烤箱的中层 我们现在出炉大家可以看到它目前还是一个滚沸的状况 就是你到最后这一分钟一定让它出现这个滚沸状况 它最后的这个焦糖浆才有办法产生这个结析凝固 之前有网友问我说要怎么样做上面这个焦糖的这个花样的装饰其实蛮简单的 你就是用滤网把这个多余的这个坚果把它过滤出来以后 留下这个纯焦糖浆 那把这个纯焦糖浆呢 淋附在这种防沾的烤纸上面 然后利用这个抹刀或者是这个矽焦刮刀把它大概抹开 放进同样的温度 然后烘焙的时间大概经过十分钟之后 同样的经过这个焦糖的这个滚煮之后 这个时候在出炉稍微冷却之后 你就可以把焦糖从烤纸上面把它缠起来 然后来折它的花样 希望你会喜欢五金卫示范这份焦糖奶油坚果塔的制作 在我们的学习过程里面不仅学会了这个焦糖奶油坚果塔 同时也学会了一份焦糖海盐抹酱的制作 在塔底的部分 我们今天游出塔皮的学习重点 在外面的焦糖色隔嘴层 学会这个方法 能够为您日后的法式甜点创作 有了更多加分的元素 如果你喜欢我今晚做示范 最后别忘记我的频道 您就位